秋风起 蟹脚养 近日 新疆巴州伯湖县博斯藤湖养殖的15万亩螃蟹迎来大分收 产量和品质都较往年明显提高 上市也比往年提前了半个月 这些个头大品项好的螃蟹刚上市 就被各地经销商预定供不应求 新疆博斯藤湖螃蟹养殖基地负责人王志刚告诉记者 往年博斯藤湖出产的螃蟹一般在中秋节前后上市 今年由于降水较为充沛 螃蟹上市比往年提前了15天左右 现在每天的捕捞量可达600公斤以上 捕捞工作将持续到11月底 预计产量可达60吨 将为当地蟹农增收300万元左右 今年雨水比较充足 气候比较湿移 养着螃蟹退壳的次数比往年要多一次两次 所以说它长得长势比较好 整个湖区的螃蟹呢 养的个体大 还有那个肥萌都好 每个螃蟹大致平均现在都达到100克以上 在螃蟹养殖基地 蟹农赵传耀正忙着补蟹 赵传耀说 今年螃蟹长势喜人 刚上市就供不应求 近年来 博斯滕湖大力治理环境水质越来越好 湖区周围芦苇丰盛 水草丰美 自然生物耳料丰富 有成片的芦苇 水草 非常适宜螃蟹养殖 蟹苗通过生态培育 生命力强 适应力强 抗寒性强 且各大饱满 肉肥高红 颇受市场青睐 长期从事水产经销的货主黄浩宇说 不光是博斯滕湖 新疆米泉 布尔金等很多地方都有螃蟹养殖 新疆的养殖环境属于冷水性养殖 蟹成长周期缓慢 想要达到出售的水平 一般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 因此新疆蟹更加环保卫生 肉质也更肥美 今年新疆螃蟹产量和品质都较往年高 个头大 品项好的螃蟹 通常选择空运 供应给江外的高端消费市场 这里的螃蟹个体比较大 肉也比较肥 黄多 每天拉到市场上也比较好卖 黄浩宇说 目前来自江内外的订单非常多 不仅拓宽了农牧民增收渠道 也给新疆人提供了更丰富的美味